荆州勇士,对哪位球星的中投让球迷感觉最稳,是三分小王子斯蒂芬,库里妈,还是投篮教科舒克莱,汤普森,这些都不是正确答案,其实勇士的中投量仔,坐在板凳席上,他就是勇士的替补空位肖恩,利文斯顿。 很多球迷这样评价利文斯顿,只要利文斯顿拿球,屁股对着对方,这球决定稳了,这也说明了利文斯顿的翻身,跳投功力非常深厚,值得一提的是,刚进入联盟的时候,利文斯顿曾经以身体素质劲爆著称,不过在经历过众所周知的重大伤病以后,利文斯顿无法像以前一样飞天遁地,只能拼命苦练中投技术,这才成就了如今的中投量仔。 需要指出的是,虽然利文斯顿是荆州勇士替补席上不可或缺的力量,但是他本赛季只能拿着无保障合同,也就是说,如果荆州勇士对他的表现不满意,可以随时裁掉利文斯顿,终止双方合同。 而更糟糕的是,由于本赛季利文斯顿合同即将上映的即将到期,而荆州勇士队将在赛季结束,面临续约球队巨金凯文、杜兰特和斯蒂芬、库里面临巨大的心惊压力,勇士很有可能选择放弃续约夺冠功臣萧恩、利文斯顿。 这也让利文斯顿如今的处境非常尴尬,勇士头号球星斯蒂芬,库里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样评价利文斯顿,利文斯顿总能在我发挥不好的时候站出来,他真是太不可思议了,他很少说些什么,永远表现出不服输的一面。 库里的话也从侧面透露出了,这位可服断腿之痛的斗士有多么伟大,其实利文斯顿经历过那样重大的伤病能够回到赛场已经是奇迹,希望勇士队不要因为续约杜兰特而放弃这位真正的斗士。